cerebro founder e-commerce 我是佛俊良 我是世界日报中urasan Guy社的社长 首先是代表世界日报 欢迎大家来我的人 来掌握今天这个活动 请向大家 reminding 世界日报作为一个媒体平台 那麼我們本來就是要促進各種平台的這個交流 那我們也是以服務作為理念 所以我們也希望提供各種學習的機會 尤其是對這個年輕的朋友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藉這個機會也來 這個多認識世界日報 然後在這裡能夠學到 你們所要學 想需要學習的東西 Jeffrey他基本上 他是美國羅塞斯特商學院的碩士畢業 然後就進到中國信託服務 那他從他們的儲備幹部開始做起 那其實在這幾年呢 他也擔任過中國信託的策略長 然後也曾經擔任過中國信託 加拿大紫航的董事長 那也擔任中國信託 美國紫公司的總經理 那當然其實他最大的一個戰功 其實就是中國信託 在過去這一兩年 曾經參與日本的東京之星的銀行的併購 那Jeffrey他基本上是負責整個的 這個安併購案的主導 那整個中國信託人才的培育 Jeffrey也深深地參與其中 那Jeffrey其實他除了 在這個食物領域上非常有經驗之外 其實包含在大陸的上海交大的海外學校 還有我們台灣的幾個知名的大學的商學院 基本上都曾經請他去特別去講座 所以今天其實非常難得的能夠邀請他來參加 我們的Career in Focus 其實您在美國這邊完成您的碩士 念的也是商學院 那也聽到您提到 其實當時在美國也有很好的工作機會 那後來你還是選擇回到台灣 去中國信託工作 這個心路歷程是不是能夠也請你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我就是分享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就是沒有什麼對與錯 我想我是在1989年拿到碩士學位 但在進了商研所之後就開始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總是覺得那時候總是覺得說 像我這樣的人才應該是對一個國際化的一個機構 是可以發揮最大的功用的 因為我的自己的background有不同的 會講不同的語文 有不同的背景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是要怎麼樣能夠發揮自己最大的常數 是在美國工作呢 還是說到亞洲去工作 那當然在那個時候剛好也碰到一些機緣 就是說那時候在台灣台灣在銀行的這個行業呢 在過去幾年都是一個比較特許的行業 那在在那個時候開放了銀行法之後呢 整個的整個的市場多了很多新的銀行 那所以那個時候在很多有很多的機會出來 就是新的銀行不斷的成立 那舊的銀行呢想要國際化 那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這樣一個情況 我覺得說應該自己可以扮演一些角色 那所以我現在有對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大家不僅是要關心自己科業上的一些 一些功課的內容 各國的一些法令 你自己本身來自於你的祖國也好 或我們現在所在地也好 一些法令的變遷 還有未來一些趨勢 因為這些東西對我們都會有一些很大的一些 不同的變化跟背景 所以那個時候我考到這一項之後 所以那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呢 當然會有一些大的銀行來這個公司做recruiting 那我記得那時候像比較大 像Citibank 像Bank of America 都會來我們的商學院來做recruit 那他們來recruit的時候 我是 當他們是會當地的銀行來做recruit 可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就是一開始就跟他們講得很清楚 我是想要到Ancient Pacific 就是我雖然是來自於台灣 我不見得是直接要去台灣 我願意去香港 去中國 去日本 都可以 可是我希望能夠到Ancient Pacific 那當然那個時候他們的主管也會覺得有點奇怪了 不過他們還是把我的醫院refer過去 那後來經過了沉沉的interview之後 後來我就被Citibank台灣被錄取了 那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機緣 所以那我記得Citibank他們也是很人性化了 就是我六月份畢業 他說那你就再玩三個月 九月份去上班吧 那所以我就七月份就回到了台灣 結果後來中國信託在七月份開始招儲備幹部 那我就跑去應徵 應徵完之後 中國信託說那你下禮拜就上班吧 當你進到中國信託工作之後 因為我們也看到在您的資歷裡面 你歷任了很多的職務 那當您進去了之後 你曾經面臨過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讓你覺得說 這個挑戰非常的嚴苛 然後你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是很幸運的就是覺得說 我雖然在中國信託27年 我是在一家公司做了27年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做了27個不同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工作都在變 都在變 那這個變有的時候是需要一些機緣 有的時候是公司有一些新的vision 那有的時候可能是你自己要去create這樣的一個情勢 讓公司去接受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是有 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需要去我們努力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選擇你的主管 你也沒有辦法選擇你的同事 那我想請教Jeffrey就是 當你像你在中國信託工作那麼久 那當然您現在的職務很高 您帶領了很多同仁 但是您在從基層的開始一路在往上升遷的時候 我相信也一定曾經也碰到過 可能跟你不對盤的主管 或是說你覺得 現在還會碰到 對 這個不對盤的同事 那碰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有沒有給我們大家一個什麼樣的建議 是選擇離開呢 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部分我想 應該這也是蠻實用的題目 我們來聽聽看 Jeffrey怎麼來跟我們分享 我想選擇離開是絕對是一條路了 那可是那應該是最後一條路 那其實主管 主管是很難選擇的 那主管是很難選擇的 可是我覺得就好像剛剛講 這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那我覺得主管就是一面鏡子 因為為什麼 我們今天可能學校剛畢業 不管快或慢 有一天你也會當著主管 那我覺得主管就是一面鏡子 他今天不管是好的主管 或不好的主管 我們要去像一個海綿去吸收這些東西 就是說他好的地方 我們會把它學下來 他不好的地方 我們心裡想將來我們自己當主管的時候 不要去犯這樣的錯誤 我想這個是面對主管的一個心態 而且就是說在社會上來講 一個可以當主管的人 他一定是有某些可取之處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在我們在當部署的人 盡量去觀察這一點 那當然我想很多事情是互相的 或是這interaction 這是一定是二位的 所以如果說 當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之後 還是覺得這個主管就對我有問題 那沒辦法 我們也只有走人了 可是我覺得不要把這當然是你第一個option 應該是任何事情都是要給自己有一些適應的一些時間 那等到自己當主管的時候也是要有同理性 這點很重要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主管跟部署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像一個partner的關係了 我覺得在公司上班 除了準時或是說快速的完成主管交班的任務之外 跟同事之間的interaction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同事之間 如果說你跟一群很好的人相處的時候 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對你這個人本身社會化的一個程度 也能夠有很大的提升 一群人哪些人比較active 哪些人比較勇於去認識事情 哪些人比較去拖事情 哪些人比較早退遲到 其實主管腦筋都非常非常清楚 他可能嘴巴也沒有講而已 那當他事情做得好的人 他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多 您覺得過去這十年來 整個金融業最大的轉變在哪裡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那您覺得在這個未來的五年 那整個金融業是不是又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轉變 根據您過去的這個經驗 是不是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金融業過去10年20年最大的轉變就是國際化的轉變 那因為我想過去美國的銀行 因為美國市場大 美國市場大 所以都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業務 那亞洲也是一樣 那過去這20年的這個金融國際化程度非常的高 那國際化程度高之後就產生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 第一個人才不夠 那第二個法規的不完備 因為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一些法規的一些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系統之間沒有辦法整合 那這是過去這個10年20年發生最大的一個不同點 那當然另外一個不同點就是說 銀行的這個 它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在相對在轉變 那以前銀行大家都是來銀行去做事情 然後去做交易 銀行是大家生活的重要力部分 那現在我相信很多的人在社會上 他只有開戶的時候才去過銀行 從這個時候再也沒有去過了 因為網路的這個發達變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呢銀行它相對 它跟客人之間的interaction會變得非常的少 那怎麼樣能夠抓住客人 然後跟客人 然後我們所謂叫share wallet 就是說銀行的專業我們就叫這個wallet 我們這個皮夾裡面 我們在公司裡面開會常常講說 我們到底能夠做到多少一個share 所以比如說這個wallet是一個1的話 那這裡面會有很多的信用卡 會有很多的不同的提款卡 我是可以拿到50% 還是可以拿到30%還是20% 那這share是越多是越好 可是當然會有不同的position 會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因為像有的銀行 它的position就是說它是要做第二號 它不見得是要做第一號 因為第一號要花很多的成本 去做這個領先的地位 那所以這個銀行和客人之間的interaction 變得非常重要 那怎麼樣就是說 同時保有一個科技的領先 可是在同時間也可以吸引客人回到銀行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如說隨便舉個例子 我們平常在做匯款 在做領錢 或在做這個一些交易的時候 我們可以trust我們自己的這個手機 或者說這個電腦去做這個 跟銀行的網路上做的沿線 可以有些比較重大的一些投資的決策的時候 或者說要申請房屋貸款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選擇回到銀行去 那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讓這方面 能夠讓客人在做這些決定的時候 能回到我們銀行來 那這個是中間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演進的 那往後的這個五年呢 我覺得現在等於就是說 是很多的不同的行業在真實這個銀行的地位 對 因為銀行過去來講 它扮演我們所謂金融 這金流Cash flow這樣的角色 或者Payment這樣的角色 一直在做出需要挑戰 比如說像這個第三方支付 像PayPal 像這個支付寶 這些以前都是沒有的 所以以前這些東西等於銀行來講 就是說你一定要經過我 可是現在很多的之間可以完成 像我 像我不要各位是不是這樣 像我小孩 他們出去玩 吃個披薩 互相之間錢都是用這個網路在互相傳 就是不像我們以前還要互相 我給你五塊你給我五塊 他們之間就傳掉了 那你說像這個 像這個過年的時候 現在發紅包 很多也都是透過這個網路來發了 所以這個 這方面所謂的這個第三方支付也好 或所謂的Fintech也好 這方面的 這個先進的程度會有多大 他們搶失銀行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會有多強 甚至就是說銀行怎麼樣能夠 跟Fintech跟第三方支付的業者 能夠合作 把他們的 把我們之間跟他的關係 從一個競爭者的關係 變成一個合作者的關係 這都是我們現在目前 大家都在思考的一個課題 對那我想對各位來講 另一方面就是說 其實亞洲的金融發展 還是在不斷的成長 比如說中國 台灣 香港 或者說很多 不同的國家 像我們銀行 最近才 我們去年在日本買了銀行之後 今年在泰國跟 跟馬來西亞也買了 買了銀行 那所以亞洲的這個金融發展 也是非常快速的 那其實 這樣子給我們一些國際 有國際背景的一些 的朋友們有很多的一些機會 那所以怎麼樣能夠很快的 能夠在國際金融這方面 能夠扮演一個角色 我想這也是年輕朋友 可以去努力的一個目標 日本其實也算是一個比較保守 保守的民族 對於在日本的一個那麼大的銀行 能夠被中國信託獨資來併購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那我想在座的應該有很多人想知道 為什麼能夠在眾多的角逐者中 這個中國信託可以脫穎而出 成功的併購了日本東京之星銀行 它的秘訣在哪裡 而且聽說這個銀行在去年 為中國信託創造了兩億美金的這個收益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目前中國信託海外的收益 其實已經超過在台灣的收益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案例 那也希望Jeffrey是不是在利用今天的時間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也知道整個併購案 基本上你也是參與主導的 謝謝您 我覺得大家就對這個文化的敏感度就要很敏感 然後就是跟同學之間的相處呢 就一定要一定要能夠開放這個心胸 因為將來不曉什麼時候會用得到 那其實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80年代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因為我要離開校園很久了 那80年代那時候日本有很多的外派的 很多大公司喜歡外派員工到美國來念NBA 或念這些 那我跟他們都還做都還蠻不錯的一些 對他們很有興趣嘛 因為那個時候 在80年代日本的這個管理呢 算是算是世界的一個重點了 所以那那個時候我跟他們也是 常常會在一起喝酒 吃舒適各方面 那我覺得對他們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會對你 那當你對這個文化了解 你對很多事情就產生一些興趣 那所以當初公司對這個日本這個市場有興趣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在想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因為就像剛剛總經理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海外的收入已經超過台灣的收入 因為台灣是一個 畢竟是一個小的市場 那中國巡航在台灣已經是 長期來都是第一名的這個地位 那可是業務有 公司要不斷的成長 你到了第一名 如果說永遠保持那個位置 可是只是在那樣一個市場的話 這並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斷在各國在擴展 所以我們現在各國有好幾百個分行了 那日本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市場 那所以當初我們看到這個市場 我們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同的報導 然後我們覺得說 我們這個市場值得我們一試 所以一開始我們也僱用了很多不同 世界級的國際的顧問公司 幫我們對這市場做分析 然後就是經過了大概一兩年的研究之後 當我們決定要進行這個併購的時候 中間經營很多的過程 因為日本這個國家相對它是比較保守的 那我們是世界 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外國的銀行 進到日本去買銀行成功的例子 當時去買的時候比較會不會成功 那只是就是說 所以我們這個例子當進到日本去 當時我們想要在日本買銀行的時候 就受到很多媒體的一些關注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過去沒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就是說很多的媒體都在觀察這個事情 看這事情會不會成功 那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跟當地的主管機關溝通 跟不同的社會大眾 然後去做很多的溝通 然後甚至就是說 也考慮到 未來如果說我們進去買成功的話 銀行的名稱跟銀行的未來的方向 是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跟日本的社會有沒有任何的一些 有一些衝突的地方 那我們都做了很多很長久的一些準備 然後銀行也照顧了很多很多日本相關的 對這個國家相關的一些員工來做長期的培訓 我叫Frank 我想要請教Jerry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比較Operation上面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美國那個Mortgage Market 是佔銀行的業務裡面的大部分 那美國這個Mortgage 賣出去以後 基本上是不能厚在那個Balance上太久 所以他們會把它做切割 然後之後賣給那個 菲利妹跟菲利妹 那我不曉得說 中國信託現在跨阻了日本 還有東南亞還有台灣 那我想我信託最主要的業務應該也是 這個Mortgage Market 那你們這些Loan以後 是一直後在那個Balancement上面 Until Retire還是說 有做切割的動作 然後賣給那個第三方投資者 謝謝 總經理你沒有跟我講說會有這麼專業的問題啊 我也非常訝異 這個沒有套好招 我們就請Jeffrey直接來回答 我很好奇台灣的那個金融環境 好分然我跟你 我大概最主要做一些解答 那我們在美國來講的話 大概Mortgage的業務佔我們的放款 大概目前大概是差不多25%左右 那 所以 那Mortgage基本上來講 其實我相信你會問這樣的問題 你對Mortgage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那Mortgage它跟一般放款的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如果再這樣對Mortgage不是不那麼了解的話 它的時間非常的長 因為都是15年到30年左右 那15年到30年 那如果說今天這樣的一個Loan呢 放在銀行的這個 放在銀行的步驟上會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 因為 一般美國的負責大部分都是固定利率 都是固定利率 所以 所以等於就是說 15年到30年的一個固定利率的話 很難去講說 往後15年到30年的利率會怎麼走 那如果說往後 如果說我們今天收一個低的利息 30年之後 15年之後利息變得很高的話 銀行的風險就非常的大 所以 通常來講呢 銀行會分幾種不同的方式來做 那一種就是說 所以 一般來說 我想大部分一樣都差不多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今天Mortgage的Portfolio 有 2億美金好了 一般不太說大部分全部都會賣給菲尼妹 會有一些部分呢 我們會看它的風險的程度有多大 因為 通常來講 如果你賣掉賺的是Fee Income 那你不賣掉的話 你賺的是Interest Income Interest Income是每年都可以賺的 Fee Income賣掉就沒有了 所以銀行來講還是比較prefer 就是我每年可以不斷地賺這個利息 那所以如果說有一部分的Loan呢 它的利息的風險的程度 不是那麼大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保留在我們這個Book上面 那有一些Loan的 這個我們覺得說 這個往後5年10年的風險的利潤 風險的這個Option 程度會比較大 超過銀行可以handle的話 那我們就會賣給外面 賺取一次的Fee Income 可是這並不是說可以說賣就賣的 因為就是說 要有人可以承接 那Fee Income 那算是美國政府 跟Sponsor的一個組織 那你要能夠賣給他 你一開始 你在做這個Loan的時候 你在Review的過程中 你的Pricing 你的客戶的這個層面 都要依照他的標準 因為他並不是說 你有什麼我就接什麼 就一定要依照他的標準來做 那所以我們在銀行來講 我們在做Morgue來講 我們會有不同的部門 在做不同的客戶 像有的部門是專門去做 可以賣Fendi Mag 有的就是我們所謂的Portfolio Loan 所以這兩個我們都有 這兩個我們都有 所以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回答您的問題 還是說你還想問更深入一點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的環境是怎麼樣 台灣有做這樣的做那個 Securization 還有台灣沒有 就是一直後載被人去到 對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所以像這個 這也是各國不同的一個環境 有不同 美國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台灣是沒有 因為台灣一直沒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組織呢 可以出來 Tag這樣的一個position 那所以台灣來講的話 台灣比較不像美國 就有30年15年固定利率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相對如果沒有這樣的方式的話 它的風險 這個利率的風險相對比較小 那另外就是說 那我到日本 就發現日本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日本的這個Mortgage呢 就是這個房屋貸款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人 就很少會有不付的 就是說 美國其實Mortgage不付的 這個比重有時候也蠻高 日本是沒有 因為日本人他們把 他們自己房子的Mortgage 當然是跟他們生命一樣重要這樣 他這個如果 就算我今天沒有錢了 我破產 我第一個事情 就算我沒有東西吃飯了 我還是要付我的Mortgage 所以日本每一個銀行 它Mortgage的這個 這個default rate 都非常非常低 那所以就是說 所以每個程度有不同程度的這個做法 那台灣目前是沒有這樣一個 circulization的市場 謝謝你 我們還有更多的 下次再見 喔 謝謝大家